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抱歉 在我發言之前 我要先講明 我反對到中國 我們的高階核廢要到中國去 難不成我們要讓中國做更多的核子彈 來對準我們台灣嗎 中國在新疆核爆傷害多少原住民 維吾爾族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以零為禍到這種地步 我們顧台灣的原住民就不顧我們中國的這些少數民族嗎 白白是人啊 不能這樣啊 好 謝謝主席 那我們請那個部長 天元你好 來 部長 部長 我今天早上收到一個台電的資深員工 給我的這個投書 他說我們這個核後端基金 事實上當時是以境內處理為主 所以你現在境外處理你用核後端基金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當然你們可以跟我收拾 說核後端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辦法 第五條 這裡面就包括什麼處理再處理 問題是 你看看你們自己公佈在網路上面 你們的整個核後端基金高放最終處置 才編了1382億 結果你們現在送到國外1200數 就要花113億 我們總共包括核四喔 整個運轉完了我們會有15000數 單單這樣子估下來 我們這是境外處理就要花1400億 你的整個高放的最終處置才1382億 就表示你們當時的核後端基金評估 完全沒有境外處理這一條啊 所以你根本不可以用核後端基金來處理 這個境外處理的這個費用 這個是你們違法之處 今天我一定要把這個話講清楚 你們今天把你的標案暫停 我是覺得應該整個拉下來 你們應該重新找錢 重新檢討你們這些違法亂基之處 謝謝 你這個我點醒你 因為這是你們的資深台電員工給我的投書 你自己回去算 你等一下回去 座位上你按一下電腦 你查一下我剛剛講的 這個完完全全 對不起 那我現在請 因為我只剩下五分 那五分鐘我就請賀利維博士 好賀利維博士 謝謝 賀博士你今天早上 這樣子聽到現在啊 那聽到我們的官員的這些答詢 還有你看的 我知道你過年的時候 你花了一整這個五天的休假時間 看了我們整個招標案 這個規格書 你有什麼看法 報告主席委員 因為在除夕前一天 台電第一次公告的時候 當然它全部很厚厚的一本規格書 而且全部是英文的 所以我們也花了整個過年期間 把整個做個仔細的研讀 那時候我們就提出了幾個建議 也跟台電做很密切的溝通 等到後來台電接受我們一些意見以後 第二次再重新公告 那台電也有給我們一個正式的公函 後果是因為只剩五分鐘 你就直接寫說那個招標規格書 有什麼問題 那重新改的 第一個就是 有問題不過它已經改掉了 就不予又要留在法國 這我們意見 第二個 沒有辦法 這個規格書沒有辦法 跟我們的非核家園 2025年接軌 因為殘餘廢棄物 它的輻射性還是很高 要是送回來的時候 我們會在2055年 我們的最終處置場才有著落 那這個空窗的20年 我們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呢我們就建議 從現在開始到2025年的非核家園期間 這是我們的一個 從反核到解核到無核 這解核最重要的環境十年 我們必須要把這些都規劃出來 再公告 那在具體的那個公告規格書裡面 它只有講體積會變成多少 它重量變成多少 它說體積會變成多少 但是它並沒有做個比較表 送出前跟送出後的比較 完全沒有 所以賀博士 照日本的那個半音信先生 他講的就是 他是原子力情報室的這個人員 他講的就是說 會變成六倍多 對 在處理之後的體積 他的體積會的確會變成原來六倍多 所以我們現在要知道 規格書裡面 送出去的體積多少 送回來的體積多少 留在法國的體積多少 還有壓縮過的體積 變成玻璃化後的體積 還有呢 他送回來的輻射線 強度的 他說會降到 降為4.26% 那到底是從多少降到多少 將來這個規格裡面 怎麼去保證它是降到4.26% 在規格書裡面 沒有 資質未提 他只提送回來以後的 壓縮後的體積 總共是六萬公升 那送出去錢是多少 不知道 那麼 我們算了一下 將來我們總共會有 兩百七十七萬 三千七百八十支的燃料棒 每一支燃料棒 它的那個 那個輻射線會比 藍魚十萬桶還要高 那這些都是我們 將來要 要面對的 所以我們現在最大的關鍵 還是說那個 殘留物送回來的時間 是最最關鍵的 可是 還有一點 對不起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在送出去的時候 它的那個 運送互相 因為這跟核安相關 它的運送互相的標準規範是什麼 在它的標單裡面 那個規格書裡面有寫嗎 它是說要符合法國的一些標準 它上面有提 但是呢 但是從哪一點開始算 我目前的了解是從 台電的私事詞拉出來以後 法國要開始那個 就是付出於他們的責任 但是更關心的是 我們現在 合一合二裡面有 蠻大量的破損的 斷裂的燃料棒 我們就是 慎重的 大聲疾呼 這些要最優先處理 不管我們這個案子 什麼時候會通過 什麼時候預算下來 這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 最最優先處理 現在的那些 台電不太承認的 但是的確有發生的 斷裂的 破掉的 你的意思雖然反對 境外處理 但是我們國內 應該面對那些破損的 對 不知怎麼辦的 先處理 最先處理 否則哪天天窑地洞 雖然沒有 原子爐本身沒有發生核災 可是燃料池有個小問題 這些破損燃料棒問題最大 是 那這個 這整個運送過程中 牽涉核安的 還有哪些部分 牽涉核安就是 到底有沒有得到 新北市政府有沒有智慧 我新北市政府怎麼配合你 我的交通怎麼管制 我的那個送的路 還有到基隆港 怎麼到基隆港 我的海運 國內部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 他這個標案已經簽了 已經跟法國簽了 國際的這個 國際的這個合約 但是新北市政府不配合 他的這個燃料棒 根本沒有辦法離開核電廠 是的 那台電就有違約的風險了 到時候還要談違約金嗎 會造成國際合約的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部長 還有我們台電董事長 我們這些問題 有跟朱立倫市長談過了嗎 朱立倫市長答應要配合嗎 就是幹事儲存的部分 是 不是那個送到 在運送的過程中 你的路線啊 是 要經過哪裡 我們這個計畫 當然都還沒有確定 所以還沒有辦法 跟各地方政府談 但我們這個確定之後 可是董事長 如果你已經跟人家簽了 這個國際的合約 然後地方政府不配合 那你經過哪裡大家都抗爭 你根本沒有辦法到港口的時候 這當然就有履約爭議的問題 對啊 到時候你再要來賠那個違約金嗎 我們第一個要先解決 然後用說我的頭已經洗了 來逼這些民眾是不是 不是 我們要先解決 因為這個東西送出去 有國際盒子保房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先確定 有沒有公司 有沒有國家願意先接受 完了之後我們在行政院 或者在經濟部 這裡會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來談說 如果我是國際的公司 我先問你 你的這些燃料棒 包括剛剛賀博士講 這些破損的 非常危險的燃料棒 能不能夠離開核電場 你們要經過哪裡 地方政府是不是配合了 到時候簽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這個 沒有辦法履約是算我外國公司 還是算你台電 這個當然有這個 我們政府有法令 我們有法令 所以我們會提議 你要告朱立倫市長嗎 我們這個案子 確定了之後 我們才會把整個計畫 的細節弄出來 我們當然會跟 相關政府計畫 一個一個去溝通 這個還有非常多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先上 先不管 我剛剛已經講了 核後端基金 剛當時 在成立的時候 你的這個美肚店 要抽多少的核後端基金 完全沒有算到境外處理這一條 但是 完全只管境內處理 然後你現在要用核後端基金 要把這個錢花下去 但是我們在86年 政府有核定通過這個 核廢料處理方針裡面 其中再處理是一個可能的選項 再處理我知道 你們寫在第五條 問題是你再處理 無論是怎麼樣 你當時的錢 就沒有境外處理這一條 所以你們的員工 看不下去給我的投書說 你的整個再處理高階 只有1300億 你以你現在的錢 要花到1400億 我們現在要先 先把幾個可能的做法先確定 我們並沒有說把所有的 1300億還包括最終處置 不完全是再處理 但是我們並沒有說 所有的核廢料 全部都要經過再處理 這個還談不到那個 如果再處理這麼好 為什麼所有的核廢料 不再處理 只處理1200數 所以這個就是每一個國家 然後最後你要把這一萬多數 放在哪裡 這個所有的國家 只有1200數再處理 所有的國家 不跟又拿起來 對再處理 其他的不跟又都要堆在人家家裡 不是 這個所有國家 對再處理這個事情的做法 也有不太一樣的做法 也有它的策略 我不管其他國家 董事長 是 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準備把它放在南澳 所以你一萬多數 只處理1200數 我們沒有這樣處理 南澳是選址之一 我看過你們的報告 不是 我們只有地質調查 全台灣 你誰不調查 你去調查南澳的地質 不是 這個所有 作為核後端 可能的地質 就是比較有 這個 沒有 我現在的意思是 我講原則 如果境外處理是這麼的正當 這麼的好 你應該是去算 所有的都要境外處理 不是只有1200數嗎 你這一處理1200數 只是想讓核一跟核二 在研溢嗎 運轉更久 這不是運轉更久 這不是運轉更久 這個是在這個 沒有研溢 不然核一明年就要停機了 這個沒有 可是它運轉期間還沒到 所以我們當初在規劃我們店員的 來 我跟你講 核一什麼時候要處理 107年12月 對 只剩下一兩年 福島核電廠就是想要再運轉 那最後一兩年結果發生爆炸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何必為了那最後一兩年 一點點的發電 結果你要處理這麼 花這麼多錢 而且在整個過程中的核安 你們都沒有非常精密的去估算 原人會還跟我講 他不管這件事情 已經上網通告24天 原人會 蔡總統主委說 他連上網去看過你們的 招標規格書都沒有 我們國家是這樣子在處理這件事情 你們用的錢不對 你們的方法不對 你們的招標規格書內容也不對 核安也不顧 你們根本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主席 我是覺得今天讓你排這個問題是很好 但是我是覺得我們今天 整個檢討之後 我覺得這個標案應該是整個拉下來 把所有的規格書 以及它要再離開 它的燃料棒要怎麼離開 應該跟我們周邊地區的這些居民 都詳細的溝通 謝謝 好 鐵委委我們等一下 林子迪安 等一下你一起來討論 好 接下來我們 請這個 黎貴敏委 按一下 這個是